國際焦點 馬上帶觀眾朋友來聚焦 那就是俄物戰爭 難不成又要擴大了嗎 我們先來看到 在先前的時候 北韓的士兵就被拍到了 他們人就位在於俄羅斯 邊境的庫斯克州這個地方 而且他們非常的忙碌 正在準備軍用品 這個庫斯克州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他是烏克蘭 從八月開始非常猛攻的戰鬥區 所以俄羅斯是不是真的需要幫忙 人才庫見底了呢 一開始的時候 俄羅斯政府是反駁 說通通都是假新聞 不過呢 最近普丁他有受訪了 而且他回答很曖昧 他先說了畫面會說話 接著他強調了 一定會跟北韓來互相的配合 來合作 而且接下來話風一轉 他就說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是我們的事 其實這些話也間接 等於是證明了 這個畫面的真實性 真的北韓有來幫忙了 其實這個消息 並不是只是就是外媒的報導 包含的像是烏克蘭 以及美國通通都有發生到 這個訊息 而且其實就連 我們來看到南韓的國家情報院 他們也有說 其實呢 在先前的時候 他們有發現到 北韓已經派了三千名的士兵 來到了俄羅斯的前線 預計呢十二月底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萬多名的士兵 來到了現場了 好 那南韓總統以形怨呢 他其實看到這個情況 他也警告了 他說要是北韓真的有動作的話呢 南韓也會來分階段來幫忙烏克蘭 至於呢 以美國為首的G7大國呢 他們隨後也有宣布了將俄羅斯的企業作為擔保會提供烏克蘭五百億的美元作為貸款並且來幫忙 以上呢 這就是俄羅斯戰爭的最新情況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陳昕